哈囉 大家好 我是歐桑 林木太太從以前 就會有很多的粉絲來信詢問說 每天早上睡醒來之後 這個肩頸都很痠痛 有時候這樣轉轉轉 還會發出卡卡卡的聲音 那就請我們推薦它適合的枕頭 那我們就先從肩頸痠痛 這個現代的文明病來跟大家聊聊 那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 大家都太愛滑手機了 不管你是走路通勤 還是吃飯走到哪裡都滑到哪裡 像歐桑也是很常用手機 但真的不是因為我們愛滑 是因為真的有很多工作要處理 相信大家也都能夠理解 這真的很難避免 那我們的肩頸本來每天 就在支撐我們這顆頭的重量 如果再加上這樣長期的姿勢不良 讓我們的脖子處於一個僵硬的狀態 這個肩頸肯定是會非常痠痛的 那白天已經讓我們的肩頸非常辛苦了 所以晚上睡覺的時候 一定要讓它好好的放鬆休息 所以有一顆可以讓我們的肩頸自然的放鬆 不會有懸空或者是硬出力的感覺 穩穩的支撐住我們頸部的枕頭 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就要來分享四顆 非常適合我們低頭組的枕頭 來給大家看看 第一款就是我們酷臥中的 心感背長和脫頸枕 這在日本就是專門為這個低頭組來做設計的 把頸部的部分獨立出來 並且加高 讓我們睡覺的時候 脖子可以處於正常的位置 達到真正的放鬆休息 一樣是把我們的頸部和頭部給分開設計 還可以依照每個人的頭型 跟每個人喜歡的睡姿 來調整我們枕頭的高度 讓枕頭服貼於頸部 而且整顆可以水洗非常的方便 第三款就是大家熟悉的好朋友 王漾奇夢枕啊 有符合人體工學的三位好眠線條 不但肩膀服貼舒適 就是獨特的肩膀曲線 讓你怎麼翻身都不會覺得卡卡的 最後一款也是王漾出的呼吸症 有獨特的三層設計 穩穩的支撐住我們的頸部 但是這款王漾有貼心的 把枕頭的高度降來幾公分 特別推薦給喜歡睡地枕的人喔 所以我們這些枕頭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有把我們的頸部跟頭部給分開 讓我們的頸部 擁有一個專屬的支撐力 讓我們的脖子 去達到一個自然放鬆的休息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再來做選購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請再直接聯絡我們的客服人員 那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